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鼎智妹 主来平安 我们继续在《仕途行传》里面 一起透过思想神的话语 看看祂有什么亮光 去提醒我们如何按祂的心意 过每一天的生活 今天我们一起看《仕途行传》第24章 这一章圣经有27节经文 接触着第23章的记续 讲到保罗被犹太人的攻击 他要回应在法庭上的申诉 也要应付他们有一个要杀害保罗的计谋 他如何在这个诉讼里面 在这个杀害的毒计里面 他能够应付过来 他能够让自己免受的攻击 在这个处境里面 我们看到他不断被人压戒 去到不同的地方 去等候开庭審问的事情 去主领开庭法庭的人 就是罗马帝国的那些不同的领袖 不同的一些官含的人物的角色 这段经文记载到海撒尼亚的巡护 弗力斯 其实弗力斯在24章 似乎就是和保罗在法庭的審问里面 两个的主角 一个是被告人 一个是主理案件的巡护 但是这个弗力斯呢 其实我们在第23章的经文里面 当我们去过去一起看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已经记载过了 交代过提过这个人物 就是在24节 33到34节都提到这个弗力斯 这个弗力斯 所以呢 全名就叫做安东尼厄斯 弗力斯 安东尼厄斯 弗力斯 弗力斯 那么呢 我们相信他的 统治的时间 大概就是在主后52年到60年 大概有8年的时间 他本来呢 有人相信是一个的奴隶来的 但是由于他的兄弟去获得罗马皇帝的宠信 于是呢 他就离开了奴隶的身份 甚至呢 被获委任成为呢 就是这个犹太省的巡护了 他有这个背景 可能见过很多很空残的事情 他也是靠着很多的机会 手段 去能够争取到上位 他为人残忍 为人贪恶 这一章我们看的圣经 我们都会留意到 这些他的圣情的蛛丝马迹 我们看回这段经文的时候 亦都可以留意到 似乎作者路加都是将那个描述 集中记载到保罗和弗力斯 这两个人的事情 我们再详细看经文 第一到九节 弗力斯伴随着上文的记载 他去介入去处理这件案件 他开庭了 犹太人呢 首先就去发言去控告保罗 控告保罗有几方面的重点 首先 他们控告保罗呢 是去鼓动普天下的犹太人去生亂 他呢 又自称为 是拿撒勒教党里面的一个头目 第三个的攻击 就是说保罗是想污位圣殿的 这三个的控诉 第一个鼓动普天下犹太人去生亂 你可以说是一个政治上的控诉 这个人是政治的乱党 但是他不单止是政治乱党 他是拿撒勒教党里面的一个头目 其实他意思是一个宗教上的控诉 他可能是搞异端的 他搞邪教的 拿撒勒党或者拿撒勒 其实在当时犹太教的宇宙里面 是属于以色列北部 亡国的北国的地方 一早已经没有了犹太人 这个是不会出什么好东西的一个地区 拿撒勒教党 带有一个低扁的意味 去控诉保罗 不单止是有政治上 宗教上的控诉 他还说保罗是污秽圣殿的 这个是说到他们 那个犹太人的传统礼儀上高 保罗也是一个搞乱他们的人 不过弟兄姐妹 我们细心去看看这三个控诉的时候 我们会留意到 其实是前后矛盾 你试想像 一个如果可以鼓动到普天下 去生亂的犹太人 他就是说是能够让犹太人信任他 跟他去搞乱 跟他去搞乱这个社会 即是说他在犹太人里面 是有那个公信力 试问一个这样的人 他怎能够污秽圣殿呢 他污秽圣殿 就不能够取信于犹太人 所以其实 反过来说 如果一个人污秽圣殿 他根本就没有能力 去鼓动犹太人生亂 这个前后矛盾的攻击 究竟保罗又怎样回应呢 在第10到21节 保罗就逐点去反驳这个指控 首先在11到13节 他就回应 我根本就没有聪动过任何人去生亂 如果你这样控告我 请交出证据来 但是没有的 接着去到第14至16节 他承认他是拿撒勒教党里面的一个头目 他很广义地承认他是一个宗教领袖 当然 严格来说他没有接受这种低贬的意味 但是他愿意承认他是一个宗教领袖 不过这件事其实是对得着天地良心的 他不是在做一个要去搞乱当的一个宗教领袖 是合乎律法的 是合乎他们宗教传统 合乎他侍奉的祖宗上帝的 到最后他再回应 在第17到20节 他其实 的确有他的聖殿 不过是为了扮理 那个在宗教传统 犹太教传统里面 犹太人传统里面 那个洁净的礼仪 并不是为了去污蔚圣殿 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 你会发觉 其实他由11到20节 就已经很清晰 将对方的指控逐点反驳 说完了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其实保罗还有一句说话是多余的 就是第21节 那里说到死人复活 为什么他要说死人复活呢? 但这段经文 当记载到耶稣 记载到保罗有说到死人复活的时候 其实就是为了之后的经文 不过的交代作出的引止 因为保罗刻意去说这句说话的时候 肥力 肥力斯 却正正就是对这句说话最有兴趣 或许保罗已经看通 肥力斯对这个道理有了解 有理解 但肥力斯 当肥力斯听到保罗这个死人复活的事情的时候 他真是畏着这个道理 在这个 法庭审理案件之后 余下的时间 他真是找着保罗去谈谈 关于这个道理的事情 那究竟保罗是否为了去 买通肥力斯 我知道你对信仰有兴趣 我就试下如何去令到你 去buy我 去采纳我 然后你会保护我呢? 是不是这样呢? 是不是去挑动别人的思心去保护自己呢? 不是 当保罗去向肥力斯去讲解这个 死而复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 是讲到公义 讲到节制 讲到将来的审判 这个是第25节非常清楚的交代 当肥力斯听到这些道理的时候 不是说保罗你觉得好 我要帮你 我要在审理的案件里面 去偏帮你去支持你 不是 肥力斯听到的时候是 甚觉恐惧 由此可见 保罗所说的 是非常之公正正直的信息 没有偏帮 没有去求帮助 公义 公义 是讲到 要遵行 犹太人的律法 和戴明的事情 折制 是讲到 我们在我们的欲望上 金钱的欲望 男女关系的欲望 各式其式权力的欲望 我们都应该有一个自制 在这个公义 折制的前提之下 甚至讲到将来的审判 肥力斯作为一个审判官 他今天审判别人 但是他日他要在主的审判台前 被上帝审判 他更加应该大公无私 好叫他能够面对将来的审判 其实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 我们发觉保罗很有这个勇气 他不是为了去保护自己 说一些考言利息的说话 相反 他是一个豁出去的仕途 他是为了上帝的福音的缘故 将自己生命的安危 都完全交托给那位看管 他的上帝 他要讲 就是讲福音的信息 他要讲就是讲正直的说话 好了 肥力斯听到之后又怎样呢 很遗憾 他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 将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 他也没有释放保罗 他一直将这件事情 去让他住在一个交着状态 如果用今天的说话去说 就是说 做领袖的 没有承担 什么都说 拿去开会说 究竟自己的立场 究竟自己为着要带领的群体 走向什么方向 完全不会向众人去交代 不过这样 经文很清楚交代 肥力斯曾经感受到恐惧 因为保罗真的讲中了他生命的问题和缺口 他的确不单止是暴力 贪婪 手段独立 而且在他的婚姻的问题上高 很多的问题 经文记载 和他一起去见保罗的 土西拉 其实已经是他第三任的妻子 这个土西拉最初 其实不是下嫁给肥力斯的 他曾经下嫁给 敘利亚地区的另外一个叫做 埃梅撒的一个王 但后来 这个土西拉和这个埃梅撒王 结婚不久 腓力斯就借助一个 塞浦路斯的术士 将这个女子去引诱 然后去改嫁成为他自己的妻子 我们不知道保罗是不是知道这件事 但是当我们看到保罗要向肥力斯说到公义 折制将来的审判 还要说给土西拉听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 保罗有意或无意 他的教训正正就是说中了他们两夫妇的问题 不过就算是这样 肥力斯不单止依然故我 不单止让事情处于胶着的状态了两年 他甚至在一直这两年的期间里面 我相信他对于保罗的讲论的恐惧感都渐渐消失了 你听了两年的那个警告 听到都滑了牙 他最后甚至是希望在保罗的身上得到贵路 才释放他 弟兄姊妹 当看经文看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都相当难过 今天我们的人生究竟是像保罗多些 有那份豁出去的勇气去为主作供 还是像肥力斯 我们曾经可能都被人劝戒过 我们曾经都畏着上帝的审判 上帝的公义 上帝对我们要节制的教导 我们都恐惧过 但是一年两年 我们自己都挖了牙 对上帝的提醒恐惧感都消失了 继续堕落在一个对上帝的提醒 不民不民的光景 求主光照我们 求主联敏我们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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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